我问你 她当时飞过去看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她 你怎么来的 我问过呀 她当时说这是自己存的钱 坐飞机来的是吗 对 她说她前面自己存的 但是我也没多想 好 那女生 我问你 你对她 觉不觉得像一个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 我必须要得到她 你之所以能够 一遍又遍地骗成功她 就是你任性 你根本不是有多么爱她 你觉得我喜欢这个男生 我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得到她 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用什么样的手段 但是你以为的这种喜欢 其实不是喜欢也不是爱 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 爱一个人 会为对方去着想 会想到我做的这些事情 她会不会不高兴 所以你仅仅只是满足了 自己的一己私欲 所以你也没有多喜欢她 她之所以这样一遍一遍 能骗得了你 又和好 就是你们分手分得太轻易 和好和好的也太轻易 现在大部分的年轻的情侣 分手不知道为什么分手 和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好 反正就是感动得 稀里糊涂的时候就和好了 然后我不爽的时候 我就分手了 你第一次原谅了她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不是原谅她那次错误 那是重建信任 如果你选择了原谅 那么之后 有很多事情 你就要一直选择原谅 因为你间接表明 你接受了她这次欺骗你了 一而再再而三 她知道我只要略施小计 她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 所以如果分手 就认认真真的分手 和好的时候要想清楚 分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解决了之后应该怎么样在一起 然后再选择和好 不能仅仅因为感动 就盲目地再在一起 好吗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